以往因为都是要等社区喊没有水的时候 我们才派人来看 那目前我们就说比较电脑化 那只要这边有问题 我们在值班人员就马上看到 资亥水第一区管理处人员 详细说明加战的自动监控功能 为了解决金融市许多高地社区的供水问题 在立法委员蔡世英积极争取下 中阳终于在2019年核定高地供水补助方案 让金融多个社区陆续获得改善 其中总经费2900万元 由中央补助八成居民分担两成的 富都新城社区高地供水改善工程终于完工 加战也赶在农历年前正式启用 230户社区住户不用担心用水问题 大家都有个共同的信仰 希望把富都新城用水的问题能够解决 那适应过去在立法院处理了中央的专案之后 这个专案就是落实在富都新城这个社区 那今天是启用的典礼 230户的住户 未来的用水不用担心会停水 也不用担心停水的时候 包括主委包括官员会 找不到人可以处理 为什么 因为未来有水公司全权来做协助的处理 所以在这个部分非常的高兴 富都新城社区主委回忆 过去曾发生因为漏水造成当期 每户水电费增加1200元 整个社区共增加20几万元的离谱情况 因此特别感谢蔡世英委员中山区市议员的帮忙 以及中和里长蔬菜学每日监工 让居民摆脱数十年的梦魇 有一次我们水费电费最大的数字还增加到一户一千两百块 我两百三十户你们就可以算出 那一起我们的水电增加了整个社区二十几万 我算一算真的真的太恐怖了 所以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蔡立委以及台水 还有我们中山区的议员 能够帮我们解决这几十年来的用水问题 由自爱水公司接管后 不只稳定供水降低社区漏水度数 富都新城加压站更透过自动化讯号回报监控中心 及时发现提早处理 自爱水公司接管了以后 变成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加压站的信号 我们会回传到我们的区管理处的监控中心 那我们的监控中心有24小时的专人的栽轮班 那我们会看各个加压站是否有异常 在民众还没有反应没有水的时候 我们的监控中心就可以提早发现 那可以提早处理 中山区市议员施伟正张炳钧及郭美秀 也出席见证这个重要时刻 施伟正感谢水公司的帮忙 也提醒水公司注意地势较低住户的供水问题 在这边也是希望如果在水公司遇到我们 富都新城有遇到这样子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一并的可以改善排除 就不要再让住户有这么多困扰 因为大家期盼这么久 我们都希望他们用水可以顺利 除了解决供水问题 富都新城社区连外道路路面重铺 更获得中山区市议员施伟正张炳钧及郭美秀 不分党派的支持 希望能如期在联中发包试作 在整个社区的连外道路的部分 也配合这一次水公司的水管改善完毕之后 那我也非常感谢张炳钧议员跟施伟正议员 他们愿意再协助来做后续的道路铺设的维护 那这个部分已经跟市政府也都谈好了 其实我们刚刚有讨论到 这条路可能不值100万 所以现在美秀前也一直连接 我相信这是最好的 能让所有的住户有一个快快乐的出门 然后拼拼安安回家的道路 这是我们所谜代表所期需的 金钱方面我们也尽量 因为我们取之以民众的纳税金 当然就是一定要回归在当地 所以说之后我们这边 如果有任何水的问题 或是说金费不够的地方 尽量跟我们讲 据了解山海关社区已经完成申请 渴望今年动工 还有农底中国社区也表达争取意愿 蔡世英呼吁其他有高地供水问题的社区把握机会 紧速向水公司提出改善申请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